哈喽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开 就是我觉得应该算 最后一期的小恐龙的火影忍者 因为我也不打算多买 然后就给大家还是看一看 因为毕竟是老板记错了 然后第一张迪达了 然后这是一个字 基本没有 然后是我们的很可爱的木叶丸 然后是一张集压卡的阅读 是我们的语之波友 接着就是小李的八门盾甲 当然他的八门盾甲 这个状态大概才开了三四门吧 对吧 他那个反正就是也开不大 那么因为他的毕竟是小嘛 当时还算小朋友 没有那个就是被打断腿 应该会很厉害 接着是我们的角度 然后是一个斗子 一个都没看到 然后就是五右卫门 然后是一张集压卡的那个角技 非连斩 非连斩 对吧 然后是一张天天天天的五行击溃 五行击溃 然后是他天天吧 是用到了六道忍 六道忍具对吧 所以还是很厉害的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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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就是属于那个武器控吧 然后是我们的飞断 然后这个字也是没有的 然后是小李这样也看过 然后是这张是ss 阿卡的民人漩涩找民人 嗯 余之坡 就是说一属锚 好像那个小恐龙道就包括开之前我觉得基本都不会让你拿到奖品吧 然后是我们的哎 又是一张仙法五油卫盟 然后是一张列子 接着就是天天 天天 然后是SSR卡的钢手 钢手奶奶 还有SR卡的木盾 木盾就是 然后是大盒 大盒嘛 接着我们再开下面几包 这个就是他的五元包 不知道他的五元包 两元包一元包有什么区别 因为就是作为卡油的话 它会有区别 然后里面出的长文 各种配置不一样 这让约阿卡的话说 然后说 这个是那个感激波 然后再打鲁伊 这张这张约阿卡 也是不错的 这张约阿卡跟那个佐柱的约阿卡 所以所以说一个风格 所以说其实就是小恐龙 他如果想做 想把卡做了好点 其实他还是有 他还是有这个 有这个能力的 就把剪刀掉在地上 好 然后我们接着继续继续开 继续开 这张又是天天 天天 这是一个灵字 然后是大河队长 然后是大河 哇 大河的木盾 那个树戒壁 树戒壁 然后是一张 那个白啊 白 白还是很 很帅气吧 很帅气吧 虽然有些女性化 他跟再不展 当时那段 我真的以为他们是一对CP 就后面才知道不是 然后是千鸟流 千鸟流 然后这是一个子 也是没用的 这个是我们的雷盾 然后是基阿卡的角度 秘术什么心装夺取 他心脏夺取就是可以夺取别人的心脏 这是他最厉害的人数 然后是牵手匪剑 牵手匪剑 好像小孔龙的塔 这个就是因为 就一般吧 大河 然后是一个正子 然后是一个白 接着是非短非短 非短的不始之数 然后是木叶 木叶旋风 木叶旋风 这个时候就会想到 当那个陈老师 陈老师对吧 好 接着就是我们看 这个最后两包 这是倒数第二包 倒数第二包 好 这个是达鲁一 又是一张达鲁一 然后是一张零 然后是我们的陶地再富产 大手丸的SSR卡 跟一张奈良路丸 奈良路丸 陶地再富产 其实这些名字 就是中文翻译过来 还是挺有意思的 陶地再富产等很多名字 不知道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人取这样的名字 对吧 有没有人取这样的名字 好 接着就是又是一张白 跟陶地再富产 然后这张猎 没有用 然后是风魔 漩涡手力 然后是SSR卡 这妙树山蛤蟆 妙树山蛤蟆 这蛤蟆文泰 然后是一张 就是 迷燕 迷燕对吧 迷燕的那个水波卵 这是他们小时候的样子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就是已经把我们的小恐龙的卡全部开完了 然后说 它的一般配率就是一盒 应该 应该就是会有一张UR卡或者CT卡 它会根据它的配率来给你配一配 然后呢 如果大家希望就是得到他们抽奖案 那就是想都不要想 想都不要想 就像七龙珠里面 它会缺一颗 颗那个就是七龙珠嘛 然后就像我开了那么多字 就是关键的字 一个都开不到 当然就是 它肯定会让你开不到 因为你这么容易开到 这个 这个奖品就太容易得了嘛 所以说 基本上就是小恐龙的卡是这样 然后它 嗯 可能两批的字的颜色都不一样 因为大家看 就包括两批印刷 这就有明显的色差 这是为什么 对吧 然后它的卡怎么会有死 色差 这个倒是没有色差 这个是为什么呀 然后SSR卡 对 大家看稍微有一些色差了 是制作工艺的问题还是什么 好像卡油的就不一定有 然后如果 诶 这样还有一张CP呢 哦 对 然后这个就是GR卡 然后就说明 一箱里面就是会有 会有 会有两张CP卡 跟两张UR卡 那么换句话说就不知道CP卡跟UR卡有多少 然后它上面有写56 59 然后这张写43 50 所以 嗯 我下次去老板娘的理应 或者问他拿一个卡测吧 就能知道大致的他们的一个套路 然后说今天啊 我们就开箱开到这里 然后如果自己就是也想开的话 也可以进行一个开 当然还是 主要还是要支持正版吧 然后谢谢各位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订阅 谢谢观看